大家好 今天在分享一篇文章 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的美候选人 说希望台湾每家都有枪 我们看一看来自于中式新闻网的新闻报道 新闻是这样讲 美候选人倡议台湾家庭拥枪 积极争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拉玛斯瓦米 日前公开提议让每一个台湾家庭拥枪 借此防范大陆寝台 前立委郭批评我们不要中他的计 所以不要讨论他 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 现年37岁的印度裔美籍生计创业家拉玛斯瓦米 14日在全国步枪协会的造势活动上 大胆提出阻止大陆寝台的证件 NRA下次可以在台湾城里分布 让每个台湾家庭拥有枪 让他们自卫 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报道 也就是这一组咱不说的名字了 这名字还真难念真绕嘴 他要选美国总统 他在美国的不相协会上发表演说 他说让台湾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支枪 这样的话共军就不敢犯台了 极为可笑 干脆让台湾每一个人都来一把枪吧 不管男女老少 人人扛着AK47上大街 美国有没有这种现象啊 这种提议呢就是听起来很可笑 但是我感觉呢 好像现在美国这些政客啊 这些总统啊 或者总统的候选人呢 现在老把眼睛盯着海峡两岸 盯着台湾盯着中国 他们就觉得这两个地方怎么还不打呀 怎么老不打呀 我们兵推都推了无数次了 这个少将那个退伍的将领 司令说了 哎呦兵推两年开战 六年开战 哎呦五年开战 明年开战 我们都无数次的兵推 你怎么老不打呀 都急了 这个屁股上就好像是热锅的蚂蚁了 你再不打的话 我们这兵推等于白推了 你怎么不打呀 这个好像太过分了吧 至于吗 海峡两岸的事情 怎么他们那边就跟热锅的蚂蚁似的 天天要打打打打打 武器叮叮功郎给 教官进驻国军 来教国军怎么使用武戒 我估计呢 二百多个教官呢 说是教官 可能在美国呢 就是士兵 把一堆美国的士兵 大兵弄到台湾来 进入国军部队 能干什么 咱不知道 台湾的某个行业 可能要发达了 那个有活干了 有钱挣了 这样的提法呢 其实我觉得 要说的作秀吧 就算是作秀 可是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心态 他们的心态就是这个中国和台湾打起来 然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打起来了 当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打制裁 俄罗斯那些在海外那些美刀就没了 如果中国和台湾一打起来制裁 中国是现在购买美国债券的第一大户 也是美元存款在美国的第一大国 最多上万亿呢 这笔钱拿走 怎么拿呀 制裁 因为这两天呢 关于国际形势啊 美国现在开始逐渐的感觉到 他已经失去了霸权的地位了 从前两天 马克龙访问北京 拿到了巨大的订单 而且马克龙说了 台湾这个我们不管 这是你们的事情 之前德国总理访问北京 也拿到了订单 这些人开始不听美国的了 我自己到中国去 我自己跟他做生意 怎么能够阻止他呢 如果有一天 现在美国阻止不了他 人家就弹了 订单就拿了 空客飞机就签了 如果有一天海峡两岸 咚打起来了 这时候美国就有话了 说制裁 你那些商业订单全部作废 没有了 就跟俄罗斯似的 俄罗斯向欧洲供的天然气 被西二号一号光 我给你炸了 现在人人都知道是谁炸的了 人人都知道是谁下令炸的了 只是大家都不想说 为什么呀 他有理由啊 制裁 你不许买他的天然气 你不许买他的石油 你要买的话 我给你炸了 没话说 欧洲到现在也不说话 那中国这边呢也是 现在你制裁 拼命的制裁华为 制裁不住 华为他还在发展 那怎么办呢 你说不让欧洲跟中国做生意 他也制裁不了啊 但是如果有一天 海峡两岸东东打起来 行 这个就制裁了 美金的通通的没收 欧洲那边通通的给我切断 制裁 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制裁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制裁最终的结果呢 有人获利 现在不叫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呢 经济上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候你看 美国这次呢 似乎有点失控 就是说 每刀 每元 你没收了俄罗斯的每刀 其他国家就看到了 哟 还有这么一说呢 Sweep 原来这个呢 是一个全球贸易 都要经过美元来转换的 这么一个系统 跨期 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了 我不用你美金当中介 我这两个国家货币 我直接交易 就不用你Sweep 你就控制不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人急了 怎么办呢 所以就竟出了一些邪招 所以回国来说 今天美国的参选人 建议给台湾 每个家庭都发一支枪 都来一支AK-47 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越这么说 越证明 那边盼望着你打起来 他只透露这么个信息 没有透露别的信息 没有一个人说 你两家谈谈 没人说 为什么没人说呀 你一谈 我就不能卖你武器了吗 军火是全球暴力行业的其中之一 就是军火生意 而军火生意从二战到现在这段时间 获利的最大的当然是美国了 所以回国来说 今天这个新闻呢 我看完以后呢 就觉得很可笑 可是告诉我们 他们急了 你再不打仗 他们都急了 快打起来吧 从这个问题上也看出来 下一届台湾的总统肯定是民进党 肯定不能让国民党的人上去 因为国民党的人上去以后 不打仗 干搂钱 而民进党的人上去以后呢 虽然也搂钱 但是有可能在打仗的问题上呢 听从老大哥的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影射到未来的2024选举 我认为应该是民进党人当选 而不会让国民党人当选 国民党你怎么折腾 你靠边站了 这么说的话 就可能是赖清德党选了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拿大射击运动学院 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2013年成立 专门培养奥运会射击运动员 分青少年组和成人组 学校开设持枪证课程 狩猎证课程和奥运会射击项目课程 至今已经培养了8000多位学生和打猎射击爱好者 学生在北美射击比赛中取得了许多优秀成绩 并且为世界名牌大学输送了多名世界级射击选手 学校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